你 还你的钱 不多 只有三千 剩下的我会慢慢还你的 我今天来不是讨债 我要是讨债 在你家门口要也行 什么情况 姓风 不会又是表白这招吧 老个 我今天来是来谈合作的 合作 身体前倾 脚尖向前 这说明是愿意亲近的信号 说到底你不就是想让我参加你的节目 秀经理卖惨吗 我凭什么要去 因为你是我最佳的人选 我没有兴趣 不好意思 吵起来了 情况不太妙啊 淡定 再观察观察 是故所赔清单 医疗赔偿 驾效罚款 班驰维修 花店 这么多 一共二十七万 你敲诈我呀 没别的意思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只要你参加节目 我可以先帮你付了 我 我是想说 其实 我那都是编的 编的 对 我是为了参加那个聚会 我临时编的 都是编的呀 这个也是编的 怎么在你这儿 你还给我 你看了吗 还给我 我说没看 你信吗 你这人怎么随便看别人东西 你知不知道这个侵犯别人隐私啊 明明是你先撒谎了 好吗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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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他有多过分吗 他拿了我的日记本 他还不告诉我 我都找了好长时间 你怎么回事啊 有话好商量啊 女士们 冷静一下 丁小柔 丁小姐 丁女士 我知道你现在单身 我也知道那个诅咒 我听了之后呀 你也难以置信 但是你想被诅咒束缚一辈子吗 你现在才二十几岁 你就想放弃了 你们有没有听过美女与野兽 嗯 被诅咒的王子变成野兽 被困在寒冷的城堡里面 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十五年 为什么我的公主还没有来 只不过她等待的是公主 而你等待的是王子 这世界上哪有人喜欢孤独 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罢了 我想你也是一样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害怕 就放弃希望 这样你只会被幸福拒之门外 我们节目影响力再小 那也是一扇门 你与其在茫茫人海中 寻找你爱的人 不如打开这扇门 让爱你的人来寻找你 丁小柔 我相信你的朋友 也一定赞成我的说法 我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们 一 二 三 我代表爱情刷尘包节目组 热烈欢迎你的加入 我代表爱情刷尘包节目组 热烈欢迎你的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